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三贵是清朝的大功臣 可他后来却又造反 结果被康熙撤翻 最终被杀掉 假如吴三贵不造反的话 他能得善终吗 清朝初年 吴三贵获得清朝廷极大的信任 朝廷给予再在西南地区极大的权力 立兵二部不得掣肘 用彩 腹部不得基石 但吴三贵仍旧在暗中招兵买马 培养自己的势力 似乎随时要跟清廷开战一样 如果他不暗中跑这些小动作 想来也不会被康熙猜忌 清朝初年 康熙最想的就是稳定天下人性 确切地说 是汉人的人心 而吴三贵是汉人中的标志 但是 只要清朝跟吴三贵搞好关系 榜样作用一旦劝力 就能慢慢扩大 而且吴三贵只要老老实实在云南这地方待着 清朝甚至可以允许他建立自己的小朝廷 并且一直延续下去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康熙想要撤翻 只要吴三贵乖乖的 老老实实交出兵权 他仍就可以安享晚年 康熙撤翻之后也不会杀他 锦衣玉石的生活起码还有 但吴三贵却偏偏选择造反 吴三贵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当时吴三贵的儿子吴英雄在京城当人治 他一造反儿子自然带劫难逃 而且吴三贵造反时已经六十多岁了 儿子又被杀了 他就算造反成功 夺得天下登基称帝 又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吴三贵之所以造反 主要的是为了给自己的名誉喜爱 展开全文在大多数汉人看来 吴三贵开关让清军进来 这属于卖国的汉奸行为 这样的名声不一定会被后世人唾骂千年 为了给自己洗白 他只有造反 向天下表示 自己当初的汉奸 行为是权宜之计 自己是要等待时机 最终把清军赶出中原 恢复汉家天下 只要吴三 会造反成功 清朝如果被灭掉了 那么他就可以成立新的王朝 虽然说他之前有一些不光彩的行为 但如果吴三贵当上了皇帝 可以把这种行为理解为 去献救国 历史本就是可以任意图改的 到时候 他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了 然而吴三贵的算盘终究没打响 当他要造反时 还是被康熙击败 所以 吴三贵汉奸的名曰 恐怕是无法恢复了 直到如今现代人依旧这样看 再过三五百年恐怖这顶帽子也脱不了 当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